马克思总统的有关言论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非建交公报 严重违背非方对中方所做的政治承诺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已于第一时间向非方提出强烈抗议 今天上午 农容部长助理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 提出严正交涉 敦促非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台湾地区选举结果 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 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 也必然统一的大势 我们正高非方 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非建交公报 立即停止在涉台问题上的错误言行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